哈喽大家好 今天开始呢 我们就进入到嵌入式C元高级部分中的第二个内容 C元常用关键字及运算符操作的一个介绍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呢 我们就真正的开始体会到C元中的一些设计语法以及设计思想 那么上节课呢 我们其实只是介绍一个GCC 也就是说C元编辑器的一个使用 那么具体的C元思想我们在我们的第二节开始实现 好还是一样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节内容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那么从这节课开始呢 我们希望大家更多的是利用三个问题 带着这三个问题去学习每一个知识点 那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wnto do 第二个是how to do 第三个是why to do 怎么去理解这三个问题呢 我们说第一个什么时候去用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关键字或每一个基本概念 它其实都蕴含着一个应用场景的一个设计 那如果说我们随着后面代码的深入理解 以及代码的沉淀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多总结一下 什么场景利用什么样的关键字 当然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们都知道int-a是一个定义 a类型的一个int数据类型 那么它隐没隐含另外一种一乘意义呢 在什么场景下我该写个int-a 什么场景下我该写个chr-a呢 好 那这个也就是我们需要大家去理解的 问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场景去用什么事情 第二个就是how 那么how就是如何去用 这个如何去用呢 更多的是指向每一个关键字或运算符的一个基本语法 那么基本语法呢 应该相对比较简单 那么只是呢 大家要多去熟悉它的一些使用技巧 尤其是运算符 那么它某些符号中它蕴含着一些更深层的数学的意义 那么它可以帮我们去改进有些代码的一些格式 然后最后一个是y2do 那这个y2do呢 相对而然是最难的 因为它相当于要让我们去问一下自己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关键字 它在我们这个 它这个关键字在我们实际操作 或者是实际开发中的一个意义在哪 那比如说一个int 它为什么要有个int呢 那这个实际上是个较为复杂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没有关系 随着我们课程中的arm体系 包括驱动程序 还有我们后面的bootloader移植等等的介绍过后 我们可能更多的会慢慢去理解 为什么c源的设计是这个样子 或者说我们提供的这些关键字 都有它的物理意义 并不是随便去那个凭空生成的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内容中的关键字 希望大家尽量去掌握其应用场景和使用技巧 然后其二呢 我们这个内容还会涉及到一个运算符的一个介绍 运算符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大家掌握的是一个未运算的操作 那么未运算呢 对于我们嵌入室工程师来说是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工具 我们在嵌入室中经常会操作硬件 而硬件的操作单位呢 那么这个地方可以先给大家提一下 我们来思考 硬件中最小的单位其实就是高低电频 也就是我们计算机软件中所说的什么呢 位也说bit 但我们实际操作中啊 我们实际软件能不能定一个bit空间呢 如果说了解同学应该知道 我们在软件中我们最小单位是chart 也就是说只有8个bit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要想操作硬件的话 那就需要一个什么 我们逐位处理的一个思想 那么这个思想要借助的工具 自然而然就是未运算操作服务 所以说对于未运算操作服务的一个灵活使用 应该是作为我们嵌入室开发人员 必须掌握的一个技巧 所以这个我们也作为一个重中之重 大家一定要把它掌握到 然后其次我们说整个程序设计啊 无外乎其实就是一个逻辑 就是一个逻辑 你有具有丰富的逻辑操作的经验 或者是逻辑性 那么你的程序设计起来呢 就非常的方便 所以对于逻辑呢 我们也需要去了解 逻辑其实比较简单 其实就是分支和循环 那么只是呢 我们尽量的要多去用这样的思想 去约束我们 去来分析和解决这样的问题 好 这就是我们整本节内容的一个重点和难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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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